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是高大博标准 高于法律 更高于其他的政党 结果昨天他所公布的这个总统府新聘的资政还有国策顾问 总共两边加起来百人 里面出现好多熟悉的名字 也出现了好像是他的亲舅舅 就是这一位童勇 童勇现在说再一次的当上了国策顾问 说是国策顾问的原因 资政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蔡英文曾经当他国策顾问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确实他在地方上头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宫庙 也是重要的这个士生代表 可是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有避嫌的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应该要考量进去 毕竟当年小英的表姐林美珠 在当劳动部长的时候 很多人就在讲 说这个叫做吃相难看 后来他的老公当了这个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的时候 大家讲说整碗都胖 这件事情现在赖清德 有记得当年蔡英文曾经被这样讲过吗 还是说其实你比较考虑的 还是是不是真的让适合的人来当 适合的人来当 其他就都不考虑了 可是说到适合的人 你要问啊 这一位这不是前几个月才上新闻吗 小英之友会的会长严志发 那个时候被说卷入了MeToo风波 第一时间还说要告 后来说呢撤告之后 请辞总统府资政 全力配合姓平调查 查到现在 人呢 现在是在查到台去 去年的时候 6月中 当时总统府怎么告诉我们 说有啦有在查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的人事物地 都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没有调查权 后续我们也希望能够厘清真相 好啦一年过去了 黄文明就在问啊 所以呢 你现在又再把他找回来 又再一次的把他聘为资政 查清楚了是不是 那查完的结果 罗志强喊话 是不是有必要 亲自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底是什么 毕竟你曾经讲过 你对于相关的案件 你是零容忍啊 那现在是怎样 变成全高升了吗 网友一阵讲说 不是 是颜色对了 什么都对了 还说范云委员 再次呼叫您啊 您在哪里 有什么感想 另一个也很熟悉的名字 可能你看到觉得没有那么熟悉 因为冰凶时 我都叫他纪念啊 这个是台南 非常有名的 辅城之声台长康迎寿 现在呢 也变成国策顾问了 当年赖清德曾经跟他 一起在主持节目当来宾 然后做了大概有十多年左右 两个人关系很密切 那个时候呢 赖清德怎么讲的 他说他的电台是合法的 不是地下电台 卖的药也是合法的 但是会讲这句话 后来主要就是因为呢 他们也卷入了 涉入非法卖药 贩售没有健康 食品许可的食品等等的 曾经有被还起诉一年 那大家就在问了 所以呢 大家也都知道 你们两个关系很好啊 也都知道那个时候 总统府就职的时候 一大袋礼物不就是 也是这一位纪名啊 来帮忙赞助的吗 那完全也都不必就对了 网友的评论是说 不是啊 这个叫做手牵手温馨啊 也在问啦 颜色正确是不是就真的 加官进爵了呢 颜色对的真的什么都对了吗 因为昨天这个案子宣布了 这个是IMB 很多人说他的钱还没要回来 可是他们希望政府能跟 想帮他们先要回公平正义 昨天这一位曾耀峰主席呢 涉嫌吸金九十亿元 判十六年半 这里面呢 有一个环节是什么 是有一位这个行政院 前行政院的顾问 叫陈正坤 那个时候他提供房子 给他们放东西 涉嫌帮忙洗钱 现在呢 依洗钱罪判一年 但是有缓刑四年 那你说这个案子 不是有牵涉到什么 郑文燦啦 陈欧破啦 甚至黄伟哲 这些人有 有分案 但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听到 有下一步的进展 所以整个案子办完 到目前为止 网友的感受是什么 网友的感受就是说 你帮忙人家那个诈骗九十亿 你涉嫌帮助他 帮忙他洗钱的 清判一年 缓刑免官 高宏安的部分 拿来对比说 他是十一万 判七年四个月 大家就要问 是不是有所谓的 双标的问题 毕竟啦 在法律之前 大家希望 人人平等 黄国昌的讲法就说了 说这个呢 叫做侵判 获得缓刑 陈欧破连办都没办 他就想问 真的 没有双标吗 好 其实呢 现在大家都在问 同样的标准就好 这两位刚刚退下来 他们也想知道的是 到底以前的 那个理想性 还在不在 刚刚卸任的 NCC委员 林立云 还有王维京 他们提出了 正媒集团化 是台湾民主的 危机的同时 郑立文喊话了 陈立委 郑立文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们当时在 NCC委员的任内 也不短的时间 为什么都没有做事 在那段时间 他们真的都没有发现 有任何的意向 都没有办法做事吗 那个时候他是 有职权 有能力的人 好 现在如果说 真的啦 下来之后 良心发现 那要不要转当污点证人 他说在野党 赶快吧 联系他们吧 把那一些 赤匠 说得清楚 不要临去秋波 不清不楚 到搞到最后 其实一点改革 一点改变 都没有 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想问的是 其实就同样标准就好了 当年赖清德告诉我们 他是道德标准 高于法律 高于其他政党 那昨天出来这个资政 还有国策顾问的名单 您怎么看 我记得赖清德 接党主席 那也叫黄成国要辞掉国策顾问 你记不记得 黄成国当然他是有前科 没错 可是人家现在是努力在洗白 努力在做人 努力当更生人 对 就是努力在当更生人 结果你叫人家辞掉 对不对 坦白讲这个无几职的资政 现在已经没有邮寄职了 国策顾问也好 资政也好 这个都是光宗要助 或感谢学民用的 可是因为你赖清德过去 做过这样的事 你就是营造一个压力 要黄成国辞掉 人家当然就会来回问 你现在请这些人 我觉得童勇是还好 童勇当然年纪很大了 可是在基隆就是 就是最有名的妙宫 在当地 蓝绿白都认识他 说实在 可是我觉得袁志发 这个就很可争议 如果在蔡英文任内 那因为有信骚案 那他自己都辞了 而且也在进行性评调查 那这个性评调查 起码要公布一下吧 不然你不公布 那现在你赖清德又回聘 那赖清德不觉得很奇怪吗 还是说 他是要用这个动作来表达 对小英修好的意思 因为看小英除了辣台妹写真 好像又要出手的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会起人疑斗 因为毕竟有事 至于台南那个纪粮 他在赖清德当市长的时候 就是市政顾问 所以他是一路 只要赖清德有大官的时候 他就会跟着进来当顾问 因为 你说他卖药 人家并没有真正涉及违法 所以我这个就是坦白讲就是朋友 因为赖清德就是一路都拼他当顾问 市长就是市政顾问 总统就是国策顾问 这样 走到大家都 对 你就奈何 谁叫你不认识他 对不对 不然叶瑩也是国策顾问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是要回应一下 就是当年你为什么叫黄成国辞掉 为什么严自发 你认为你可以回聘 这个我觉得最会帮赖清德 做解释的陈世凯可以说一下 不然总统府的发言人 也可以说一下 这个真的起人疑斗 真的 我们就说完全就法律角度看 你如果认为要避嫌 那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 至于这个IMB这个 这个金钱的流向 这个确实非常起人疑斗 因为这个拿到钱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一定有很多人是政界的 我讲白了 为什么检调到这里就止步了 如果那个钱就是诈欺款 那事实上是黑钱 对 那你如果是有汇给政治人物 或者交现金给政治人物 这个检调当然要查 怎么可以不查呢 对不对 你如果用这个466块 都可以来报完预文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为什么不该查 这个都叫做延伸案 就检调你要查高红安 那连带他的助理都被查 对不对 结果王玉文现在也被判 他的助理也很多被判 虽然都是两年然后缓刑 可是也要走程序 所以你这个IMB的钱的流向 如果涉及公职人员 甚至是公务员 那你当然要查清楚 那不管你要怎么判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一定要查出流向 然后做出一个交代 因为没有人 没有人会相信 说没有政治人物收到钱 你怎么可能做那么大 你做那么大 没有公务员 没有民意代表配合 这谁会相信 我不可能 是 来 请教一下四冠哥怎么看 我对IMB这个非常有感 基本上因为我们在去年选举 接发那个陈欧波的太太 他担任民进党在宜兰县 某一个这个外围团体 也是用他同样的IMB的总部 宜兰总部 作为那个外围团体的办公处所 那显然这个陈欧波 或是宜兰的这些政治人物 跟IMB的集团非同小可 否则我们这么多人 在这么多人搞政治的 为什么就是偏偏是你 会去到IMB 那我们去租房子的时候 一定知道这房东是谁 一定要查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我觉得检调也是避重就轻 那相关的大家是看说 这些政治人物 有没有帮IMB集团中间穿针引线 甚至帮他去做某一些的游说 或是帮他打通关节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 有一些的照片都出现 陈欧波跟IMB集团的首脑 跟一些政要一起合照的照片 有些看起来是个招待所 就大家有兴趣的是那个部分 那这部分检调 检方好像感觉就查到 就查到前面往前一步而已 都没有继续往下查 那也是想用拖字绝 让这事情慢慢拖下去 大家就忘了 毕竟陈欧波现在也退出政坛 然后郑文灿人在牢里 这个两个都已经离开了 那大家就显然就用拖字绝 让大家忘记IMB的事情 那事实上这件事情 我觉得反而是对 大家的受害者 然后对大家的观感 我觉得是最差的一件事 那至于说 PING他的亲舅舅 童勇当任这个资政 我其实这些问题都很简单 我们只要回想 如果马英九 拼他亲舅舅当资政的话 群情大华 做一个月 不要做一个月 帮名单公布 连夜就撤下来了 如果以马英九的标准是这样 你看马英九 他当初在担任总统 刚选上的时候 亲戚姐姐的什么 姐夫 你倒是很多朋友 都印象很深刻 能辞了就辞 然后有些在民间公司 因此还提早退休 有的还允许跟过去的 扎在台北市政府之籍 有业务关系的 也提早离职 也就半退休了 就不要让他的亲人 去沾亲戴故 去做一些裙带关系 去创造可能的利益空间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的标准是这样 到了赖金德 才到了蔡英文开始 蔡英文开始到现在 觉得标准就没了 就觉得反正是 过去对我有工的 对我有帮忙的 我不管什么沾亲带故 我通通拉上来 至于这个严自发 你赖金德重新聘为 私政是 才是帮他洗白吗 还是确定说 他已经没有这方面的 性骚的事实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 为什么每次都是两套标准 只要是跟他党 有关的人 签这道类似的事情 小的也放大 然后无限的上纲 这查到底 我认为是要的 不管谁犯这事情 调查到底 为什么换了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就草草放过去 这替大家遗忘的时候 就忘记了 这要不是有媒体人 把它揪出来 可能就大家趁机 就整个就过去了 大家就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 对于未来的整个的 这种官场的氛围 这种官间 我是觉得 这边没有什么 可以乐观的空间 你就看到用人为亲 用人为私 只要过去跟我有捐书关系的 不管明的暗的 然后有酬劳的 没酬劳的 我都安一个位置 甚至有人私底下 就拿这个位置 去做一些 有影响力的事情 我们就在题目上 就不多讲 但我们也是觉得 多多少少有听闻这些事情 所以你说赖清德 你说他对于这种 他对于这种 政治上的洁癖 我是觉得也是双种标准 看跟他熟不熟 是 请教一下辉文哥怎么看 这个志明 他之前买得有出事 因为在这个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爱刀 你说在做这种 卖这种药 卖这种保健食品 没有什么纠纷的是很少 那这个是康英寿 就是志明的脸书 就要破功 他跟这个 清德总统的合照 清德于我 你看民进党的造势活动 站在里尾还要离赖清德比较远 他还离赖清德那么近 行情是这样 谁站在四位 各位兄姓 这个是赖清德 这个是里尾 这个也里尾 人家志明的站在中 站四位 这是什么 这告诉你什么 要饮水思源 职人图报 所以你看清德兄 也在麦药电台当主持人 聖湾学长 你也主持过节目 你也去麦药节目做固定来宾 医治理的节目 医疗节目那更是违法 那个亮哥你去查一下 那个医疗节目是 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 这个是2017年 赖清德要北上阻隔的时候 把台南的乡亲收拾 他最后一个节目 最后一个专访也是给志明 这样不是 跟行情 交情到那儿 这是就刚才亮哥说的 台南市政的顾问 现在做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这样才知道不对 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那我最后讲一下这个IMB 这个我们这个自由时报写 他放在头版 IMB这个什么判16年判 可是观众朋友 不管是他头版的新闻 或是A9的新闻 他都没有写到郑文燦 也没有写到陈欧破 这个就厉害了 观众朋友 这个昨天在北检 这个被害人去说 来这个抗议一下 我请问大家 刚刚施钢先问也讲 那这个东西去年在吵的时候 张施钢有爆料 林国村有爆料 许巧兴也有爆料 那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昨天去扣栏的是黄国昌 为什么是黄国昌 跟被害人站在一起 我们来申言一下 那国民党的人在干嘛 到时候又说我在骂国民党 不骂国民党的 我们来骂骂这个 昨天跟媒体查序的 台北地研署检察长王俊立 我们办案不预设立场 王俊立你刷刷去 你也好了 我在跑北检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干嘛 我最后拿这张图给大家看 这个亮哥这个图太好用了 亮哥这个图在讲什么 在讲这个大法官这些大西瓜 你们跟民进党跟赖清德 这个零应外合 那我们就冻结预算 我们有处理的方法 亮哥讲的没有错 那我请问大家 台北地检署 你们办案 办男不办绿 这个IMB的案子 陈欧珀你连办都没有办 郑文燦也没有办 这个讲多久了 石刚兄这去年的事情 一年多的你都没有办 那你现在跟我说 你在查什么祖先 这个都是假的 你办这些都是肉油 真正关键的是谁 就是刚刚石刚兄 跟亮哥讲的 就是你的政商关系 为什么你可以被通緝这么多年 然后越做越大尾 为什么 有人跟你相听 不然你四个通緝都照不到你 你把我骗 然后你一直改名字 然后你都跟这些达官嫌要合照 然后很多被害人 你跟什么人合照 然后就信了 那你们这些配合演出的人 你们不用负责吗 那我再请问王军丽 你好意思讲说 你办案不预设立场吗 我请问大家 下一个会期的立法院开议 法务部的预算 台北地监署的预算 我就呼应亮哥的话 亮哥讲话很有趣 除了人事以外的预算 是不是应该冻结 立法院让你们国民党过半 是不错的 任由这些台北地监署 我想办就办 我不想办就不要办 那我们纳税人还花钱养你们 没有道理 不公平 拜托这些司法单位的人 你不想办 没关系 你就滚下去当律师 好不好 不要一副道貌岸然的说 我办案不预设立场 你少来这一套 你办案就是预设立场 不然你办 这个燕云我再一句 不然你就是告诉我 郑文燦跟陈欧破没事 那我也吞下去了 你出来跟我讲说 我们查了一年多 没有任何的证据 张思刚都胡说八道 没有任何的证据 那我也认了 你凭什么告诉我 你查了一年多查不出来 你是吃什么大汗的 王益川的清流呢 五月到现在 现在八月啦 叫你查中华电信有这么难吗 王益川有没有去 中华电信的资料 这个这样查不出来 台北地检署 你笑死人啊你 你不想办案你就滚 那亮哥讲的没有错 你办案办不出来 预算就冻结 真的拿你没办法吗 我不相信 是你国民党要赶快 你唯一的东西在立法院 该怎么用问亮哥 亮哥在立法院待十年 他很有经验 有些可以制衡的东西 有些可以掐他的东西 都没有动啊 好 我们想要看到的就是真的 让大家能够幸福司法 能够相信台湾的司法制度 绝对公平 公正 公开 我们先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